滚蛋吧废话 古代四大美女的缺陷 西施的缺陷是有一双大脚 貂蝉的缺陷是耳垂特别小 杨宇欢的缺陷是有狐臭 芒昭君是肩膀特别窄 特别塌 故宫的真飞井不过十寸 真飞是如何被塞进去的 真相让人匪夷所思 其实原来的井口非常大 八国联军走后 刺喜回来后发现人还在里面 于是又弄了个大石头锁上锁 这样保证不会有人掉下去 因为故宫的水也真的是不能喝 小张跋扈的高贵妃 被人设计破了金枝 伤口溃烂痛不欲生 而她在得知自己被破金枝后 绝望地自见了 这金枝有这么可怕吗 到底是个什么定心呢 金枝就是人畜粪便 加水熬成汤 一方面是涂在弓箭上 一方面是手冲人 突然端出一锅滚烫的金枝 倒在敌方头上旁臭 古代的书童除了陪毒 还有什么作用 一帮书生处理书房和家务 二保护主人 三满足书生的生理需求 就是事情 古代皇帝在下令诸九族的时候 被千年的族人 为什么不逃跑呢 一当时皇帝作为天下第一人 他说的话谁敢不听 横竖都活不了 不如少说点罪 二消息传播慢 没有反应的时间 甚至一到 下一秒就没了 根本逃不掉 古代的美人鱼 刚狗 美人指究竟是什么 明朝中后期 有钱有势的人 便着发享受 连吐痰都不吐在地上或痰语里了 而是吐在人的嘴里 而且这个人 还得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还必须把主人吐的痰咽回去 真是想想都恶心 刚狗和美人指差不多 有钱人擦屁股 连指都不用了 而是用那些人的舌头代替的 这样侮辱这么一个年轻女孩 真是畜生都不如 那是一emi 检友 当着喝水 宛